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4月24号 欢迎收看今天的万维追击 我是Frank 4月19号 美国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宣布 中心对5名教授是进行了调查 开除了3名被指和中国分享重要研究成果和数据的科学家 被调查的这5人当中均是亚裔 其中至少有3个人是华裔 这是美国联邦官员指示一些大学调查特定的教授以来 首次由美国大学对相关的人员处于惩罚 消息传出在海外的华人圈 特别是学术界是引发了震动 综合媒体报道 这也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保护生物医学研究成果 不被外国窃取所采取的行动 其实早在去年的8月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向全美1万家科研机构发信 要求他们披露跟外国合作伙伴的关系 和来自外国伙伴的资助 原因是一些外国机构正在建立系统性的计划 来影响这些机构研究者和同行的评审院 信中还要求研究机构要披露 研究者是否已经转移了知识产权 就像发生在杜克大学的事件一样 因为那是在2007年杜克实验室工作的研究者 就被控告为中共政府工作并盗取了知识产权 去年的12月13号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咨询委员会 在其发布的一份聚焦千人计划的报告中 这样说 一小部分在美国的外国研究人员 一边领着美国政府的资金 一边将美国的知识产权转移到他们各自的国家 使得全美各地的学术机构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就在不久前的今年4月初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克林斯 出席了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 会后他就向媒体这样表示 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星期内 部分美国大学将宣布他们已经采取了行动 防止外国政府不公平地利用研究院资助的研究项目 他接着放风说 多位大学教职员工已经被解雇 仅仅过了一周时间 安德森研究中心就率先宣布开除了这三名教授 在目前公开的报道当中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称 这一系列的行动主要是针对美国以外的外国势力 安德森研究中心的院长也很谨慎地称被开除的研究者为亚裔 但显然目前接受调查的基本上为华人学者 表面上看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FBI针对于外国势力的调查是从2018年8月份开始的 安德森癌症医学中心也宣布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布的声明以及后来收到的五封信件促使了该校采取了我们以上所说的行动 但是科学杂志的报道显示内部资料清楚的表明 美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至少在2017年就已经开始调查安德森癌症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 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员还透露说早在2017年的12月11号 FBI已经获得了癌症中心的许可可以访问员工的电子邮件账户 账户是多达23个人 之所以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开除了三名华人学者引发震动 因为这件事很可能只是美国研究机构排除外国势力干涉行动的开始 因为根据披露 在美国如今至少有55家科研机构已经展开了类似的调查 事实上这样的调查也早已不仅局限于美国的科研机构 据美国政府关系委员会在今年3月6号披露的报告 以查明的潜在外国影响的案例当中就说 部分美国高校正在密切的调查相关人员 而调查对象无一例外的都是华人学者 报告也显示出更多的细节 该报告还披露了对12名华人学者的调查 罗列了他们主要涉及的问题 比如在中美同时拥有教职 为适当的披露同国外的关系 以及受到国外人才计划招募等等 除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美国能源部之前也是出台了新政 表示将要限制于中国等国家的科研 在2018年的12月14号 美国能源部就发布了备忘录 限制收到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研究人员 在未指定的新兴研究科研领域 与来自所谓的敏感国家的研究人员进行合作 与此同时 美国的另一项主要的科研资助机构 美国科学基金会 也在担忧着国际合作对于美国构成的安全风险 在今年的3月22号 科学杂志的报道称 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在谋求与美国国防顾问组织 Jensen的合作 希望帮助其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合作 对美国构成安全风险的担忧 自中美贸易战开达以来 身处美国的华人学者 此刻已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剑 分析指出 其罪魁祸首之一就是中共推出的国家情报法 要求每一个公民都有向中共政府提供情报的义务 这就把全民都当成特务了 而且是写到了国家的法典当中成为了国家法律 这恰似言而道零 分析指出 中国的研究人员数量本来就众多 再加上中共可以肆无忌惮地拉拢这些人 能给他们提供在美国得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挂一个清华北大的郑教授 然后开个实验室 就是影子实验室 开个跟在美国一模一样的实验室 这样就很有利于技术的转移 破手之二就是千人计划 也就是在2008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计划 公开的报道显示 至2018年的10月已经有近8000名的海外专家入选 这多数是华裔 而且来自于美国 早在2018年的9月就有报道称 FBI已经将千人计划的学者列为了重点的调查对象 并传出了千人计划恐将会沦落成为入狱计划 而且已经有名列计划的华裔科学家被以间谍的罪名拘捕 而这当中最令人瞩目的还是杨振宁的学生 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张首胜 因为入选千人计划遭美国调查之后自杀 美国律师叶宁就曾表示 从法律上来讲 如果是盗窃了美国的商业机密 本身就是间谍罪 而且也牵涉到了违反美国的技术管制 出口管制政策 还有一系列的附加罪名 但是被调查的被控制的进监狱的毕竟是很少的 这是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证据的国家 当然这样的举动也引发了美国华人科学家群体的担忧以及不满 在今年的3月22号 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会 美国华裔血液和肿瘤专家协会 以及华人生物家学会就集体发声 在科学的杂志上 以种族标签伤害科学为题发表了公开信 在公开信当中 他们说 此类事件给真正致力于科学研究 并做出杰出贡献的华人群体造成了恐惧和困惑 令他们担忧自己会成为替罪羊 被人用有色眼睛看待 甚至被贴上种族的标签 对于这样规模的调查 对于这样的抗议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就曾表示 我们指的不是所有的中国人民 我们说的是那些由中国政府资助从事非法活动的人 他们不仅仅是中国政府雇佣的官员 也可能是黑客商人研究人员或者为政府做事的企业 他们通常招聘或者是吸收美国企业内受信任的内部人士和员工 就在本周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份起诉书 内容显示两名中国人窃取了通用电器的商业机密 并以此发展为他们在中国当地的涡轮技术公司 仅仅是过了一天之后 美国司法部在周三又发表了声明称 前美国国务院的雇员克莱伯恩已经承认阴谋欺骗美国 他从两名中国代理人处是收受了数万美元的利益 为他们提供了国务院的内部文件 涉及的主题从美国的经济战略到两国政要的互访活动等等 律师和分析师就表示 为了抵御中国侵犯知识产权 美国联邦机构对于中共窃取机密的指控 延伸到了刑事司法体系 这是美国一项新的战略 正像之前美国司法部发表的声明所说 走司法途径的一个好处就是 让中国在一系列的详细指控和确证面前 难以假装一无所知 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中美贸易谈判的结局如何 对于一些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来说 腥风雪雨如今已经来了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万维追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点击屏幕的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Frank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